今天要介紹一隻全傳說容錯率最低的戰士 有些人說他超級強 也有部分的玩家覺得他超爛 評價很兩極的英雄 但只要團戰一波發揮得好就能666 你們猜到是誰了嗎? 答案就是 雅蓮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有玩過雅蓮的都知道 他算是一個蠻後期的英雄 你把雅蓮拿去走凱撒路 他有八成的凱撒路角色 他都打不贏 因為他前期太爛了 雅蓮最大的致命殺 是因為他手太短 雖然二技能能提供他兩段的位移 可是他位移的距離很短很短 雅蓮前期如果你要殺到成神的話 除非你遇到不會玩的對手 不然就是遇到那些傷害不太夠的坦克角 例如塔拉走凱撒路 而且雅蓮在前期打人的傷害 真的不太痛 你一定要出到聖劍這件裝備 你打人才會有一點點痛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會把雅蓮拿來打野的原因 在前期我希望他農經濟的速度可以更快 而且我也觀察到 蠻多雅蓮的全服最強 會把雅蓮拿去打輔助位 這個我就滿頭問號啦 而且是很多全服最強 都拿去打輔助位 拿雅蓮去走凱撒路 前期絕對是被壓在塔下的 除非你運氣很好 遇到對手都選什麼塔拉之類的 那拿去打野呢 他前期沒什麼經濟 又很難去抓人 他是打不贏那些T0或T1的打野角 例如星葵、布萊特之類的 經過前面的分析 接下來我就要講 雅蓮他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發揮得好 發揮得好不好 最重要的前提就是 對手的陣容 非常重要 對手不能很多那種 手很長的角色 他就是在後面一直Poke你 一直丟你技能 丟你普攻 你又碰不到他 因為你手太短了 那你這時候就會太心急 大招直接跳他跳進去 跳進去你就會發現 他們全部人都用什麼瞬移拉掉 那你呢 就留在裡面就死掉了 像我這邊 我直接被星葵鬧著玩的 不過好險大招跳下去 有成功讓我反殺了一隻拉茲 其實這邊就很明顯的看到 星葵他整個機動性比雅蓮高太多了 接下來我就決定使用被動式的進場 就是先等敵人進來 我在海K太盾 可是你看那個星葵 直接用二技能逃跑了 我就回頭去幫忙一下弗洛倫 弗洛倫這個劃 這個減化還不錯 他沒有半個失誤 可是拉茲這個進場 直接把弗洛倫跟馬甲全部都打殘了 他們兩個死掉之後 剩下我一個人怎麼辦 我好像傷害也不太夠 因為聖劍還沒出來的雅蓮 就是長這樣子 雅蓮還有一個蠻大的技巧 就是你在沒事的時候 躲草叢的時候 你就可以空虧你的普攻 先把你的被動可以疊到三層 假設真的有人要來打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馬上看一技能 像這邊我遇到拉茲跟蘇 我很難碰到他們 那如果我大招直接去跳過去的話 我跳下來的瞬間 絕對會被拉茲直接推回他們塔內 所以絕對不要亂跳大招 那什麼時候該跳大招呢? 我建議是 對方整圖人都站在一起的時候 雅蓮跳下去是最痛的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選擇第二或第三順位做進場 就是先等對方的技能都開掉的時候 我大招再進去做一個進場 這樣只是還不錯的方法 這場很明顯就算是一個蠻逆風的局啦 雅蓮順風要玩得好很簡單 但是逆風要玩得好 我真的覺得很困難 太難發揮了 這邊我現在中路疊了三層的被動 再進場去揮一技能 這是我剛剛所教的 就是先疊你的三層被動 就不用進去了 還要先砍三下人才可以開一技能 這個還蠻關鍵的 這邊我大招把他跳弗洛倫 結果我沒有跳到 直接跳在拉茲身上 這個畫面先讓我暫停一下 因為太沒了 有沒有看到我大招打他們多少傷害 先看到我上面頭上的那個是蘇 我增傷打他3500 再來看到最下面那個皮皮 他變成球 我增傷打他4444 光這個開戰的傷害 就直接打掉他們半條血了 然後我在裡面也是 扛好扛滿全部的傷害 我剛剛本來快要死掉了 結果直接揮了這麼多血 我記得愛麗絲有幫我按一個治癒 我覺得有些人會喜歡玩雅蓮 就是像剛剛那邊 他們很喜歡大招打下去 哇那個增傷很痛很痛的傷害 他們應該會直接愛上 那我是還蠻難愛上雅蓮的 因為你很少有機會大招可以一次跳那麼多人 像我剛剛總共跳到三個人嗎? 其實應該是四個人 不過有一個人在皮皮的肚子裡面 所以應該算是三個人 三個人增傷就有那麼痛喔 我按了一下計算機 剛剛我大招跳下去的增傷 總和是一萬一千多 這真的有誇張到 上面有一個星葵 我們直接大招跳他 弗蘭直接被秒掉 我就打算用二技能跑 可是你看雅蓮 他的位置金人太短了 根本跑不掉 所以我決定在裡面打到底 注意看我的回血量 一技能砍下去的時候 一千多的血再回 可是我最後還是扛不住他們的傷害 尤其像拉茲 雅蓮基本上他的出裝 都是以全攻擊或攻速裝備為主 很少會去出到坦裝 可能頂多出冬日或狂暴手套那一類吧 頂多出一件 不可能會出到兩件以上 那這個蘭鐸6哦 直接收掉了拉茲 還行啊 那我復活之後 看到右邊要打起來了 我就馬上過來支援啊 注意看 這個業績好像沒有大哦 我就大招直接跳他 欸頭怎麼不是我的啦 這邊就不要再深追了 因為深追 一點意義都沒有 現在你要嘛就趕快去推塔 那我是直接選擇吃凱撒 能不能逆轉 就看這個凱撒啦 吃下來就對了 沒有隊友發現我在吃凱撒嗎 有點難過 可是我一個人單吃 應該是沒問題的 哇那個暴擊 一直不斷在爆耶 紫色的啦 紅色的啦 還有白色的 物傷 魔傷 還有真傷 超級療癒 單吃完凱撒之後 再來吃古龍 這些東西我全都要 再吃上路的冰線 因為現在好像也沒事做嘛 所以就趕快把靈鳥吃過去 然後再把冰線帶過去 帶過去的同時 居然看到對面的打野是誰 是星葵啊 轉角遇到愛 直接大招跳他 雖然星葵跑了 但是我有蘭鐸啊 重點是殺完星葵 他們家的隊友全部都過來了 欸 確定那個拉茲沒有大招之後 就是我 修太的時候啦 蘭鐸在我面前就這樣死掉了 好可憐喔 那我現在身上還握有天空巨龍 還沒有放 我自己是直接就放在前面啦 不要回家放 因為現在我們可是4打2欸 他們死掉了3個人 他們剩2個人怎麼走 剩下誰啊 應該是剩下皮皮還有拉茲吧 所以這時候剛才有冰線馬 直接推中路 感覺可以一波結束啊 而且我現在幾乎滿裝 就差涅槃之刃而已 我等一下打得超級痛 大招一跳跳到馬甲 再跳到那個皮皮 欸 跳一個人增傷就2900欸 殺了皮皮 我們決定打到底 他們就剩下一個星葵 我們去找星葵 就是要殺他啦 結果星葵啊 他在最後把我們冰箭都清光了 葉姬雖然他復活 可是他一個人要怎麼守啊 守不住啊 最後葉姬死了 然後我們輪流扛塔 遊戲也結束了 終於來個大逆轉了 好感動喔 雅連大後期是真的很強 可是前中期啊 要怎麼去度過 這就是一個問題啦 那也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険